赵老山 怎么了 你先冷静一下 说吧 我在做细胞增值实验的时候 前一周的一切正常 可是从前天开始细胞没有长 前天 你没跟我说 我不想让你担心 赵老山我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没有时间 这一次实验是已成功不许失败 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呢 因为我知道问题处在哪儿 你知道 我问你 细胞不健康一般会有几种情况 两种 一种是实验使用的细胞状态不好 还有一种就是实验污染 你忘了第三种 人为引擎 什么意思 邱嘉宁 你动了别人的蛋糕 你觉得他们会做一代皮吗 有人使坏 我争取了 银行山里的银行米 我做了两个季 在我们离开之后 银行米被人动了手掌 被人动 我之前在这里画了一条线 可是现在你的 我不想打草惊蛇 所以没有之前告诉你 那你现在又为什么告诉我 今天晚上 我们来跟温重座片 是吗 加若二甲基亚风 无色无味 不会让细胞死亡 细胞就是无法呈现出正常的状态 却又让人看不出端倪 最重要的是 DMSO使用非常频繁 每一个实验室必备 谢晓晓 你干得漂亮 为什么不错 说话 谢晓晓 这是我干的 怎么着的 你知道你做的这件事情 我说出去的话 你的前途就没了 了结在你手上的 我又不是第一个 你现在最好先想想 假期之后 你怎么向公司交代吧 记不记得 你第一次进我们组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过 我警告过你 你不让我好过的话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就算你把这件事 上报给了公司 董事长还把我爸 几分面子的 我最多的就是被劝退 但是你 就别想在这儿待下去了 劝退 谢谢晓晓 你想得真轻松 你想得怎么样 很快你就会知道了 你不是孙老师坐来干什么 下属任务失败 让他来领人 什么意思啊 这事跟孙蕾没关系 不打自招了吧 谢晓晓 你当初进入实验室 就是为了接近孙蕾 我是喜欢孙蕾 但这件事和他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要怎么处理冲我来 大半夜的叫我来有事吗 谢晓晓往周晓山的培育名礼 添加了二甲积压封 所以大半夜的让我来 就是要解决你们组的内斗 周晓山 晓晓 先出去吧 孙老师 你和谢晓晓 应该不只是同事的关系吧 什么意思 他会这么做 都是为了你 你应该很清楚 你有证据吗 没有 但我认为 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敢做敢当 让爱着自己的女人承受一切 有点不公平 公平 我承认 我是动过这个年轻 跟着王老的这些年 我见过很多像你这样的 所谓引进型人才 王老的本意 是想打破学术的尽心繁殖 给实验室带来新的血液 可是他们一个一个 只知道用新的技术做测区实验 这种实验明眼人一看就明白 只要有足够的样本 足够的资金 就一定能够达到想要的机会 然后去权威的杂志上发表文章 但是你没有想到我和他们不一样 我真的一步一步地把实验做出来了 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 否定了你这么多年的努力 没错 这不公平 所以周晓珊的结果 是你最后的机会 只要三次的结果不同意 我就会被公司赶出去 这样你就可以稳坐 首席研究员的位置了 没错 我开始是这么想的 可是后来我放弃了 我放弃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还想要这张脸 我受不了看不起自己的感觉 所以谢笑笑的行为 只是她自己的想法 我知道说了你也不信 无所谓 笑笑这么做的确是因为我 所以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我相信你 不过 事情已经发生了也不能这么地结束了 所以 怎么处置谢笑笑 我想问一下你的意见 如果 按照公司规定来说的话 我是一定要报告给总公司 然后总公司是要开除她 还是移交公安机关 都不是我能控制她 不 笑笑了还太宁静了 我希望乔老师你可以 给她一个呼噜 买得了 可以 不过我也有一个请求 对不起啊 石头 你对不起的是求老师 求佳宁 你记住了 给我把嘴闭上 跟我走 某个人 三皇兒 一年 那有一个请求老师 去吧 去吧 我守着你 你给我留下 Springs 丹宁 那怎么样才像我呢 当初郑薇走的时候 就哭成那样 也没见你心软 其实我一直在想 如果重新来一次的话 是不是郑薇 苏老师 他们都不应该走 那如果重来一次的话 你会向哈利妥协 留在他那边的实验室吗 当然不会 这是原则性问题 不会改变的 不过我正在检讨 确实我太过于理性了 所以 你愿意原谅犯过错的人 可以的话 可以再给一次机会 那如果是我犯错了 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吗 可以啊 那你记住秦天说的话哦 对了 刚刚在里面 你和孙蕾说什么呢 没什么 我请他去跟王老一起 跟总公司说一下 再给我点时间 为什么要求他们啊 你不是完全可以靠你爸吗 靠我爸什么 让他跟黄总打个电话 是 结果是一样 但是 公是公 私是私 我分得很清楚的 可以啊 邱老师 孙蕾英雄救美 你赢得了时间 双赢 邱老师还是很聪明的嘛 我帮你抓到了真凶 连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准备怎么感谢我呀 你说吧 想让我怎么感谢你 我什么都不要 我就要你欠着 为什么 有来才有往 有计才有还 这样比较有意思 好 不早了 回去吧